基於以上的判決 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就法院在認定嫌疑人 有沒有故意的時候 除了會依照這個未成年人 他的穿著打扮 是否容易使人誤判以外 重點會去看這個嫖客 他本身 律師 我之前在論壇上看到原交訊息 上面資訊寫他20歲 就因為我出差 寂寞難耐 就約了對方 現場有詢問買18了沒 他也說在讀大學了 結果事後被通知到案說明 警察在電話中說少女只有17歲了 請問我會面臨什麼樣的刑責或賠償 會有前科紀錄嗎 我現在真的超後悔的 開中民意還是跟大家說明 因為我國目前並沒有地方政府 來設立性交易專區 所以針對性交易的行為 也就是俗稱的原交行為 在台灣都是違法的 不管是針對嫖客還是性工作者 都會以社會秩序維護法來處罰 最重可以除 新台幣3萬的罰還 這個罰還是行政法 而不是刑罰 也就是說不會被關 當然也不會有前科的問題 但如果針對的是媒介性交易 因而獲利的行為 也就是俗稱的皮條課 這樣的話就會有刑事的責任 是規定在刑法的231條 最重可以除5年的有期徒刑 雖然我剛剛提到說 性交易的嫖客 並不會有刑事的責任 但如果性交易的對象是16歲以上 未滿18歲的青少年的話 這個時候就會有刑事的責任 具體會依照 性交易的對象 是否滿16歲 可能會分別涉犯刑法 或者是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治條例 這是因為我國刑法 是以16歲作為一個區分 如果跟未滿16歲的青少年 發生性行為 就算是兩情相悅 也會涉犯刑法第227條的 妨礙性自主罪 這是為了保護青少年 在身心方面 發展都未成熟 不了解 性行為可能會對他們 造成身心的影響 就算他們表示的同意 也不能當作是真正的意願 而如果是跟16歲以上 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 發生有對價的性交易 也就是原交 將會涉犯 而上性剝削防治條例 第31條第二項的罪 最重可以除3年的有期徒刑 這條法律 是因為未成年人 的社會經驗不足 很容易被比較具有權力 或資源的成年人 來佔便宜 可能會面臨被剝削的困境 因此立這個法律來保護 到底什麼叫做對價 如果是約炮完之後 請對方吃個飯 難道也會被認定 是有對價的性行為嗎 的確有 實務上 確實有這樣的案例 有一個未成年的少女 小美 在網路上 跟成年的男子 阿民 在約炮 兩個人開始在喬時間 不過剛好 小美 都沒有空 阿民 為了展現誠意 就跟小美提議說 那約炮當天 我就請你吃一頓飯 兩個人後來就順利 約成了一個時間 也一約見面 發生了性行為 也吃了這頓飯 沒想到阿民 居然被檢察官 以違反 而照性剝剝削防治條例 來起訴了 檢察官是認為 小美 一開始都說自己沒有空 代表 小美應該是沒有想跟阿民 發生性行為的意思 是直到阿民跟小美提議說 要請你吃頓飯 有這樣的一個提出之後 小美才點頭答應 檢察官認為 這頓飯 就是小美 要跟阿民 進行性交易的一個對價 但是 法院的判決認為 一般我們講到的 性交易的對價 通常是指金錢 或貴重的禮物 阿民單純請小美 吃這頓飯 並不能當作 是性交易的對價 聽完這個案例 各位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只要不要付錢 或沒有給 一般我們認為貴重的禮物 就不會認定 是性交易的對價 其實也未必 就像在台南 有一個案例 有一個男子 跟自己未滿18歲的子女 說我幫你儲值 1000元的遊戲點數 來換取發生性行為 子女也同意了 並且發生了性行為 在這樣的案例中 法院認為 這1000元的遊戲點數的儲值 算是性交易的對價 因此判決 這名男子 有罪喔 所以從案例中 我們可以發現 針對性交易的對價 在法院的判定上 是存在著灰色地帶 以及個案判斷的空間喔 可是我是真的不知道 他未滿18歲 事前也詢問了 但對方就騙我說 他已經成年 這樣我還是會被認定有罪嗎 這個要看個案的情形喔 我跟大家分享兩個案例喔 一個嫖客A男喔 在網路上喔 就在約遠交 他約到了一個真實年齡 17歲的一個少女喔 A男在發生性行為前 有兩度跟這個少女確認說 你的年齡啊 少女就表示說 已經滿18歲了 就完成了一個性交易 但後來啊 這個案件進到了法院 法院有傳這個少女 來出庭作證 少女表示說我平常的打扮啊 就是會比較成熟 很多人都會誤認我是一個成年人 而且在發生這個性交易的當下 這個少女再過不到一個月 他就要滿18歲了 所以一般人的確很難 從外觀上去區別說 這一兩個月的差別 再加上 兒少性剝削防治條例 他是只處罰 故意要跟未成年人性交易的人 法院認為喔 這個A男並沒有犯罪的故意 因此判決 A男無罪 那聽完這個案例呢 大家會想 那是不是只要嫖客有主動的去問對方 而未成年人跟嫖客謊稱說已經成年 這樣子嫖客就會無罪呢 其實也不盡然喔 在高雄有一個案例喔 一個嫖客B男 在酒店認識一個坐臺小姐 這個坐臺小姐 就跟這個B男表示說 我已經成年了我在某某大學就讀英文系 因此兩人就進行了性交易 完成了性交易之後 其實這一個小姐 她根本只是個小學生 法院認為啊 B男在過程中 確實有懷疑對方的年紀 但除了口頭的追問 並沒有進一步的確認 對方是否真的成年 而且這位B男 已經年過40 是在公司擔任主管的階級 還有一個就讀中學的女兒 法院認為 依照B男的人生閱歷 應該要能夠判別出成年女性跟小學生的差別 再加上B男明明有懷疑 卻不做進一步的確認查證 就好像B男覺得 我是不是跟未成年人進行細交易 好像都無所謂一樣 法院認為B男是有不確定的故意 因此判決B男有罪 基於以上的判決 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就法院在認定嫌疑人有沒有故意的時候 除了會依照這個未成年人他的穿著打扮 是否容易使人誤判以外 重點會去看這個嫖客 他本身他的生活經驗 他的自私水準 到了哪邊 以及過程中 他有進到哪些努力 去做查證跟確認 也因此我想說的是 不管法院如何的判斷 身為成年人都要有正確的法律觀念 未滿16歲的青少年還屬於身心發展的階段 並沒有完全的性判斷權跟自主權 就算是兩情相悅 只要有一方未滿16歲 都會涉犯刑法的妨礙性自主罪 會面臨相當沉重的法律責任 提醒各位不要心存僥倖 否則可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方愛心 並分享給親朋好友喔 吃菜哈囉 每週二四下午5點 Line Today準時上限